大家非常興奮 現在我終於來到這間 杭州最潮的阿里巴巴科技酒店 現在就來開箱給大家看 700元一晚的酒店 我都很興奮 不是開玩笑 剛才一下check in 上來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有型 我看到很多機械人 現在就是全身鏡 又是美美的我 然後 現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這鏡後面是什麼 肉袍 遮蓋 這個 腳撐 可以拉的全身鏡 後面這個是肉室 大陸什麼都靠數碼 環保消毒拖鞋 支付寶數碼進入小程式 這樣也要49元 小茶几 打開 中間 綠茶 紅茶 綠茶 然後來到洗手間 洗手間型到下 這個你看 有兩個 洗手台 又有兩瓶水 即是有四瓶水 是什麼 什麼牌子的 當然它有這些 潤庫露 杯子 超多 牙齒套裝 好棒 牙膏 第一次見 分開 而且牙膏用高露結 這些 肥皂 哇 死海泥 來的 體重計也有 好啊 終於可以用了 乾濕分離的廁所 哇 智能碼筒 這種是日本的智能碼筒 美中不足 我很喜歡浴缸 但是想不到 喂 700元的房間 竟然只有站 頂多這裡可以讓你坐 但是還是站 大家可以看到這麼高的花灑 跟天花板平排 哇 這個比較低 這個比較高 然後這個 就是那些風的溫度 這個呢 藍色 紅色 哇 綠色 哇 真的厲害 然後 啊 重頭起禮 哇 大家看看 超級漂亮 這間店 你看 多遠 像不像看那些科華電影 當然是這個電視機 這個 送餐 然後 之後就直播工 哇 厲害啊 然後我張特大的床 那裡你看 這個已經是一個電視的客廳了 然後呢 我張床 然後還有書桌 它有分三個空間 這個是燈 超型 就這樣推一推就有燈了 這些就是溫度調節 這個就是濕度氣 然後這個 睡覺 這些就是USB插頭 哇 超級大 超級大張床 喂 應該是King size 還是Queen size 太爽了 兩個人真的都剛剛好 兩個人應該都是舒服的 超級漂亮 真的很科技酒店 我最喜歡這些東西 我最喜歡那些 又快又新又潮的科技 現在又來到重要的時刻 大家看看那張床好不好坐 好好睡 啊 挑完這些天幕 哇 超級美 可不可以有點像 那些情趣房間 情趣酒店 哎 你新我還沒去過 哇 這些 真的有排裝B了 今晚 真的 可以拍到很多B照 而且它超多這些 USB插頭位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整間屋最智能的東西 天貓精靈 要講國語吧 哦 天貓精靈 光 窗簾 哦 哇 型到喊 你看 大家看到沒有 真的全部是用聲音 聲控的 然後呢 全部是聲控的 我手都沒動過 好 現在再這樣 天貓精靈 可以幫我打開一下窗簾嗎 哦 哇 哇 圓到喊 啊 真的好有型啊 這間屋 我要天衣的 哇 厲害啊 是Adele啊 太激動了 真的很棒啊 這間酒店 就是這個 送濕時間 這些基本標配 然後這本寶 應該就是這疊子而已 最潮的就是這支 阿里巴巴巴 這支我覺得很會拿走 然後這個呢 他說要20元才可以帶走 這個就是 看看我對著景點在哪裡 先吃 嗚 是小鵬汽車啊 哇 是中國的電動汽車啊 還有我發現 杭州這裡 真的都很流行開電動汽車 非常可惜就是 我剛才看小鴻書 查到的資訊說 這間房子可以免費喝咖啡 然後還可以打印自己的樣子 超高興的 興高采烈 很期待地問客服 誰知道客服說沒有了 說現在疫情期間 沒有了這個咖啡機 沒有了冰淇淋機 我覺得超可惜 因為我是港澳人身份 所以他剛才那些說 什麼自在入住啊 都是全部得內地人 內地身份證才可以做到 花蓮才入房 又是全部 目前是得內地人 不過他這間房子 真的最潮的 這個智能 天貓精靈 最潮的東西 而且房子超級大 我人生第一次住這麼大的房間 一個人佔了三個廳 然後看他的設備 好像只有健身室 健身室 我說算了 不包早餐 然後一個早餐 要剩餘138元人民幣 說都小貴小貴 大家先吃一波 拜拜 這部機械人 終於遇到這部機械人了 不知道是不是送來買的 那就是機械人 陪著我 你看多多機械人 有機械人 然後說有服務 看看機械人有些什麼 先介紹吧 然後中餐廳在哪裏 都是用機械 不得了好 先給了三分鐘 這裡 這樣 嘩 就這樣看好像很圓 D&T 然後這裡 就是這些健身室 看看多遠 行不行 所以都是用這些 這些就是最實際的 泰國 看這個 嘩 正到哭 救命 看看 是整個 這個 投影機 真的 很爽 真的 我現在看有什麼電影 覺得很爽 我 真的世紀級大享受 人生獨特的體現 太神奇了 這間房 我也就是一次感受這些 投影房 真的無比讚太 我現在太不捨得這間房了 大家 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 房間有多大 這裡 超大 大家只住這麼大的房間 現在 來回起碼都要 沒有一分鐘都要三十秒 今年 有人你說 打開窗簾 好的 天貓今年 我在你說 幫我看全房間的燈 你可以打開房間的燈 天貓今年 我在 你說 今天天氣怎麼樣 今天天氣怎麼樣 天貓今年 天貓今年 燈光 調亮一點 可以打開 大家經過一晚的睡眠之後 真的要和大家睡覺 這張床無敵好睡 是我目前睡這麼多酒店 覺得這張床最好睡的床 真的不是誇大 枕頭也好 這張床是 軟硬適中 軟得來 又不會太軟 真的 超級好睡 不是說笑 極級好睡 我也嚇到了 床真的超級重要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舒服的床 然後還想看到花灑 我昨天試過這個 露天 下大雨的花灑 天台 這個花灑超級好用 超爽的 我就是知道 這裡附近近阿里巴巴 但我猜不到 這間飛著布蟹 是完全在阿里巴巴的園區旁 超有型的 認識人才可以內部參加 你未來的酒店 真的好知 現在我也有點習慣了 這個天貓精靈 好爽 叫一叫 然後什麼都幫我做完 有得叫一下他 你自己拉窗簾 不用打開電視 然後問一下天氣 真的完全是小助手 讚 第一次人生這樣的體驗 唯一可惜是我 哎呀 港澳身份 他未支援得這麼有型 然後那些擦面 那些我都未感受到 但這個入住經驗 真的不錯 真的好賺 10分的話 我都可以給8.5分 整體的入住經驗 雖然只有一天 開淘寶嘛 今天真的在淘寶的地盤那裡 阿里巴巴的總部 哇爽啊 我來韓州 真的就是為了見識這些東西 就是見識展覽啊 見識中國的科技 我那個杯都是阿里巴巴 真的 哇 大家原來退房呢 就是12點 他自動退 什麼都不用做了 然後退房 直接走人就可以了 你一口一口水仔 接著他要走 親產你 接著就走路了 Baby